大家好 我是Yuyu 大家好 我是Yuyu 又跟大家见面啦 那在上一次是有跟大家聊到 韩国满演唱会票的方法 他也有提到实名制 结果就最近有好几团 还有好几个艺人要来台湾 韩国艺人要来台湾办演唱会的时候 他们都有宣布说 他们会用实名制的方式售票 Yuyu也有自己下去抢票 我就觉得其实感觉还不错耶 竞争对手好像真的少了蛮多 就觉得比较容易抢到的感觉 那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参与到这几场抢票 又有什么样的感想或是心得呢 对于我们这个演唱会的门票 有兴趣这个主题有兴趣的观众朋友 也可以点右上角再回去看看我们的上一集喔 大家有看前一阵子非常红的韩剧 黑暗荣耀吗 除了说他的剧情很紧凑精彩 然后演员的演技也非常厉害之外 还有一个蛮让人意外的讨论焦点 那就是剧里面角色的名字 像是女主角文童吟 男主角朱如真 还有这个大反派的浮贤正 这些中文的名字写出来真的难到 连串流平的还要特别发一篇文 来教大家要怎么念这些字 那还有大家可能还会遇到一个情况是 比方说你可能在电视上 看到一个韩国的明星 然后他本来中文名字是用某一个方式写 就某一天开始突然换成另外一种方式写了 你就想说他是改名了吗 其实不是喔 他只是正名了而已 那这些很特别的现象 其实都跟韩国人取名字的方式有关系喔 那韩国人的名字组成 其实跟我们也非常类似 大部分呢就是会有个单独的姓氏 再加上名字 大家可能有熟悉一些韩国的姓氏 金 礼 土 崔 江等等 其实这些都是在韩国非常常见的姓氏喔 那在很久很久以前古代的时候 那个时候你有王公贵族才会有姓氏 那这其中有金氏还有礼氏 是最多在这个古代朝鲜荒祖里面最多人有的姓氏 那在后来呢一般的平民百姓也可以拥有姓氏的时候 他们就有蛮多人一无疯的去姓这些 所以很多人就一样有姓金的跟姓礼的就变得非常的多 根据韩国政府之前的统计 光是韩国的前三大姓氏也就是金 礼 还有普 这些总人口加起来 就将近有整个韩国一半的人口耶 就可以知道同姓氏的人是非常多的 蛤 什么 什么 说什么 那为了要区别大家虽然是同样的姓氏 但是可能来自不同的家族 这个祖先来源也是不一样的嘛 所以他们就会有这个本贯 也就是贯籍的意思 所以你如果在韩国遇到的可能他们两个人都是同姓氏 他们就会互相问对方的本贯是什么 来区别他们可能也许他们是有亲戚关系的这样子 以刚刚讲到最大的姓氏 金氏来说呢 有几个比较大的本贯分支 就包括了一个金海的金氏 庆州的金氏 还有这个光山的金氏 那韩国呢其实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 他们也是会使用汉字的 所以在他们的身份证上面 除了会写上韩文的姓名之外呢 也会有对应的汉字的名字喔 那当然我们在取名字的时候 一定会去考虑字的含义嘛 毕竟名字就是一个 有人说是父母亲给小孩的第一份礼物 所以他们也会像我们一样 会拿着这些字呢 拿去给算命的老师 命理老师来选字 那不过也有一些是 父母帮他们精心挑选 有非常特别的含义 或是很特别的期待 例如说 南国的女团EXID之中的成员Honey 她的本名叫做安喜妍 那她自己在节目上面就讲过说 她名字的由来是呢 她的父母当年是在严氏大学相遇 后来就谈恋爱就结婚了嘛 所以她的名字其实就是包含着说 很高兴在严氏大学里面认识你 第一个我觉得听起来超级浪漫的爱情故事 这个就是爱情 不过呢在韩国还有另外一种状况是 有一些人他们的名字是没有对应汉字的 也就是说他们的名字是 纯韩文的名字 比方说韩团EXO的成员 还有APING的成员 还有他的前成员 他们的名字呢都是没有对应汉字的 纯韩文名 那不过听到这边可能有些观众朋友 也知道我刚讲的这些艺人嘛 你就会想说不对啊 我记得他们有中文名字啊 像是普灿烈 普出荣 还有孙纳恩 因为那就有中文的嘛 其实不是喔 是因为我们这些中华圈 讲中文的粉丝呢 为了方便称呼他们 就用音译的方式去翻译了他的名字 然后这样子去称呼他们 那他们自己在官方的证件上面 就是不会注记汉字的名字 因为他们就是纯韩文的名字喔 那我刚刚不是有问大家说 有没有看这黑暗荣耀吗 有提到里面的角色的名字 都会有出现一些 大家不是很常见 或是不知道怎么念的字 那其实这个状况在韩国的现实生活中 也是会遇到的喔 那除了因为刚刚提到这个 名字会拿去给命令老师看嘛 那这些命令老师在选字的时候 可能他们是参考一些古书 就会选到一些生辟字之外呢 其实这整件事也跟韩国的法律 就有一点点关系喔 因为根据韩国的字体法规定呢 就是你要用在人民里面的汉字 它是有限制的 不是你想选什么汉字 就可以放什么字进去 那从一开始呢 规定只能从2000多个字去选出来 到后来有慢慢新增一些 新增到了8000多个 不过后期他们新增的一些字呢 有很多字都是从一些历史的文献里面 古书里面翻出来的字 所以就变成说这些字 可能我们在现代的生活中 比较少看到 所以以后呢搞不好还会有更多 明明是写中文字 但是你不会念 也没有看过这个字的情况发生喔 那还会有一个状况 韩文的同一个字 但是它可能会对应好几种不同的汉字 所以就会造成翻译上面的差别 那如果一开始经纪公司或是艺人 没有特别去讲它的汉字名 大家在翻译的时候 可能就会用比较常见的字来翻译 来称呼这些艺人 那过一段时间之后 可能经纪公司或是艺人本人 确认了他们真正的汉字名 也就是整个过程就叫正名之后 你可能就会想说 所以它是改名了吗 还是怎么样怎么字 完全变得不一样了 我觉得有一个蛮有趣的例子 就是像上雨时代的成员UNA 那她在刚出道的时候呢 她的名字一直被翻译成 用这样的方式来称呼她 那不过后来经纪公司就有帮她 证明她的汉字名是潤儿 你看这个字差很多嘛 不只是字不一样 她会连音都有一点不一样的 所以一开始有很多粉丝就觉得 我不太能接受 我已经很习惯以前叫云儿了 我比较喜欢这样子叫她之类的 前妾做不到我 不过遇到这个状况 Yu是觉得 因为这个名字也是 她的父母帮她取的嘛 大家应该也不会希望 自己的名字被写错或是被念错啊 所以遇到这个状况的时候 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是要 尊重一下这些艺人 他们的证明之后的名字喔 那刚刚的这个韩国人有汉字名吗 我们反向一下 应该蛮多台湾人也会想要 取一个韩文名字 或者是其实你就已经有自己的韩文名字了 当然你也可以像挑英文名字那样 挑一个自己喜欢的 这种蛮多人会想要用自己原本的中文名字 去直接翻译成韩文的名字 所以今天这个Yu就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个 就是一个网站它可以帮助你 去找到你的名字对应在韩文里面是哪一些字 那这样就可以帮助你在帮自己 取韩文名字的时候可以参考一下咯 那我们今天使用的这个网站 我们就会放在下面的说明栏 想要自己去搜寻自己 韩文名字的观众朋友 就可以直接点说明栏 进来这个网站 它是一个汉字的词典 我们就把它放大到这个左上角 这边有一个可以搜寻的地方 就输入你的中文名字 那假设举例 我今天叫张小梅好了 就打张小梅 旁边有一个搜寻 就把它按下去 接着呢它就会跑出来结果 它每一个字都会有对应的汉字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 这边张就是汉 然后往下 用红字表起来就是它对应的韩文字 下面小的话就是so 最后美的话就是me 所以呢张小梅你的名字 直接翻译成韩文 就会变成 这样子 你就可以参考用在你想要 比如说你要认识韩国朋友 开始学韩文 你会想要取一个 韩文名字的时候 就可以这样来做使用 那其实每一个字都会有自己的意思嘛 所以这个网站也有帮你列出 可能你的张有什么样的意思 小有什么意思 美有什么意思 你都可以在这边参考来做使用哦 那么今天就是跟大家分享这个 关于韩国人的名字中的小知识 还有教大家如何在网路上来搜寻 把自己的名字翻译成韩文 希望大家还喜欢今天的节目内容 那也不要忘记 按赞订阅 还有开启小铃铛 如果还有什么问题或者是想要了解的主题呢 也都可以在下面留言让我知道哦 我是Yuyu 我们下次见啦 大家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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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